那我们接下来有准备几道题目 猜猜猜 它是台湾人发明的发明就帮我举一圈 国外来的你就举一叉 它拨草类型的 感觉就很适合台湾 因为说说短话的感觉 这些是台湾研发的 对 是台湾人发明的音乐 大家好 欢迎来到 傻眼观察家 我们是大言邓小言 我是大言 我是小言 那今天要来带大家 讨论什么傻眼的话题呢 明以食为天 美食有味界人心的力量 更可以有吃 这件事认识在地文化 但台湾到处可见的异国料理 其实都不是来自国外 除了名词取的很异国之外 这些菜色的味道 做法其实都是台湾人自行发明的 今天沙影观察家就整理出几道 台式为异国美食 来看看大家分不分的清楚吧 Let's go 异国料理 听他有没有在吃什么异国料理吗 日式料理比较多 大面啊 金子丼 猪菜饭 韩国或者泰国的料理 偏酸辣的这种 我比较喜欢吃越南河粉 男士呢 主要是去吃酱蟹 我自己觉得蛮好吃 可是听说很多人不能接受那个味道 他偏深 可是我觉得他整体的新鲜度 就是很可以体验出那个感觉 因为我本身是马来西亚人嘛 你有吃过台湾的马来西亚料理吗 药材的味道不够浓 好像胡椒汤那样 那个是新加坡的 可是台湾他说是马来西亚 我就会特别生气 哦 所以你就会觉得那个你就是新加坡的 对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在台湾 第一次吃到肉骨茶的感觉吗 原本就是心情很期待 多多茶好不好 这个名价很高 哦 过去点了 我吃 各位朋友说 哭出来 人家哭出来了 我会说这不合格啊 他们还卖面线耶 马来西亚人不会卖面线啊 那我们接下来有准备几道题目 猜猜看有一些你们印象中的 这是异国料理 哪一个牌子 你如果觉得它是台湾人发明的话 你就把它拒圈 然后你觉得这个是国外来的 你就举叉 第一题 蒙古烤肉 一 二 三 请 拓答 台湾人发明 台湾人就是研发出来的 你怎么知道 大锅炒类型的 感觉就很适合台湾 这个创办人他原本想要叫做北京烤肉 但因为在戒人时期有点敏感 所以他就取照蒙古烤肉 但是他跟蒙古是没有关系 月亮虾饼 这个台湾人的 谁 三 二 一 你说他怎么会觉得是台湾人发明 因为我看就是名字都有一个写 就是台湾的台湾用 哦 是用名称来去 月亮虾饼呢 其实是台湾研发的 是台湾人发明的研发 它是瓦城 他们是独家研发的 他们在泰国的话是金钱虾饼 嗯 拿破里披萨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哦 拿破里披萨 它是那个意大利正宗的 对 它的名字呢 其实叫做马格丽特披萨 这个口味是马格丽特披萨 对的 除了拿破里披萨之外 想要问一下 你们在台湾的必胜客 有没有看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口味 忍者龟 还有什么巨人 嗯 金钱巨人的 之前有吃过那个 什么的 愚人节的一条蛇 它里面还加一些小小的芥末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要符合 就是愚人节的愚热效果 臭豆腐或是榴槤那种口味 轻盈的感觉 哦 我觉得就是 OK OK 二搞外国人的披萨 嘿嘿嘿嘿 你有吃过什么 台湾才有的异国料理吗 欢迎底下留言区告诉我们 就有机会收藏新美的小礼物哦 茶叶 茶叶 游进 台湾独家和独国处 每周三 每周五晚上六点 准时照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加分享 我们下周见 拜拜